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的點子 然後我的點子叫做回收卡路里 就是當我們在減肥的時候 會知道說你要喝下一杯珍奶的話 你有消耗你會就是吃下500卡卡路里 然後你就要跑八十分鐘 但當我們在購買一個產品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我們要花多少錢 可是我們卻不知道說 如果我們要消滅它 我們需要花下多少的代價 那所以我想要出現一個idea是說 有沒有可能我在購買的時候 我就可以知道說 我買這個東西雖然它製造的時候是30塊 然後或者說它賣給我錢30塊 可是我需要花多少的力量才能讓它這個消失 比如說我如果買一個寶特瓶裝奶茶 它雖然收下的是30塊 但它可能我要消耗的東西 有包括寶特瓶的瓶身瓶蓋以及包裝模 那實際上這個的話 我希望能建立一個度量的 度量的標準 可能大家去換算說 其實它在購買的時候 其實搞不好它回收的成本是10塊錢 這是我的假設 對然後也許它實際上 它其實就是要花40塊的人面 才能讓這個東西去消失掉 所以我的想像是說 有沒有可能我在購買的時候 我就可以透過掃描這個物件 查詢到說當我今天購買的商品 我要使這個商品消失的時候 我需要付出什麼 那我希望能從一開始的物件掃描 然後到最後鼓勵賣家可以描述 那我希望這個東西能成為一個依據 或是一個標準 期待消費者在購買的時候 可以再三思考 或者是說 當他想要 丟棄這個產品 或是購買這個產品 他可以考慮到說 它是不是已經有足夠的使用這個功能 或是說 能量這個功能 它在未來的時候 它是真的需要這個東西這樣 那我希望能夠透過這個回收卡路里的這個單位 或是一個依據能夠建立共識 然後就可以影響市場阻止不必要的購買 然後減少製造 或是代價過高的產品 然後我想我需要收集回收數據的一些相關資料 或者是我需要開始去怎麼樣設定這個卡路里的匯率 然後最後可以建立一個公開的平台 那可能有些事情 但我目前還沒有想到 但我主要的觀念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支持永續跟綠能 謝謝大家